我们就是接不同部会 他们想要做的数位服务进来做 那我们今年我们两个 我们这三个月做两个案子 一个是做Climate Funding Guide 所以它本来是一个PDF 然后它把它想换成做数位的 然后这两个负责的公务人员 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成熟 他们知道整个后台的database要怎么建 他们要的功能是什么 他们的research就很明确 所以这就会他就是一个champion 因为他的所有的research 都基础都拿好 所以他能够做案子的桃围 那另外一个project 就是我立的project 它是做Wildlife Conservation 然后它有三个advisory body 所以一个是First Nation Forum 所以加拿大很爱说关原住民 因为它有reconciliation 然后decolonization 所以他们很注重indigenous perspective 然后一个是haunting and trapping advisory team 然后另外一个是minister wildlife advisory council 所以他们是advisory council 然后他们一起在做的是together for wildlife strategy 然后他们想要做这三个website 想要分享这三个advisory body 他们做的事 但他们以为就是很简单 就是design三个website 但我们一进去的时候就问他说 那请问你的user是谁 因为三个advisory 他们专注的就是focus 看这个网站的人会不会忘 然后工人员就会跟我说 Oh that could be everyone who care about wildlife conservation 然后我们就这样 No That's not happening 然后所以就会 我们就说好 那我们现在要做workshop 我们要做empathy workshop 我们要做research 我们要做one-on-one interview 然后做完这session之后 已经过了一个月 然后他又说 他想要在三月底 把这三个site全部建起来 然后他要到high faculty 就是要functionality全部都ready了 但是他没有content writer 所以就是 对在做government 做agile的时候 就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Oh那是不是 其实government 在做agile之前 应该要有很好的基础 有research这件事 我们才可以move on 去做agile 因为像我们现在 做的这件事 就算我轻易地 把你把prototype 全部都画好了 你code了 然后你就是 丢这些content上去 但是没有人要用 你也没办法 真正的user-centric 所以就是我觉得 依据公司 跟他的认知 这件事情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然后另外 就算在加拿大 做这件事情 大家都比较成熟了 但还是会很辛苦 那相对像台北市政府 或者是台湾的政府 就没有这样的background 然后他们想要 start from scratch 那应该要怎么做 就是从就是策略层面来说 就是应该要take the step 有哪些 如果我知道 PDs他扮演的角色 跟这些GDS team 或者是DX team的角色 不太一样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 那你有曾经想过 比如说PDs有一天 他会转换成像这种 所谓的数位政府的team吗 就是有 但我们已经有 数位政府的team了 就是资管处 国发会的资管处 不管是UCD workshop 还是政府数位服务准则 等等 都是在资管处的工作 那他们有找像卓制员 就是报线园体的 那个卓制员 也有做一个from scratch 就是一步一步 怎么做的这个guide line 等等 就是说已经在台湾的 中央政府里面 已经有一群人在做这个了 那所以通常就是 这样的strategy的 是要去从哪里 就是知道这些步骤 就是要从哪里开始学 资管处的话 有一个政府数位服务指引嘛 然后还有一个web 2.0的平台 那在政府数位服务指引 上面有很多字评表 那个字评表 其实就是有一点像from scratch 一小步一小步做的做法 那ucd的那个部分 也是作为一个附录嘛 放在web 2.0的平台上 所以我可以先把那个连结 先提供给你 然后我们可以照着那个连结 稍微来看一下 如果你觉得OK的话 你skype那个视窗还开着吗 所以你已经关起来了 那我寄给你还是怎么样 我看到了是政府数位指引 然后有13个点吗 对然后跟一个很 很多很多字评表嘛 然后另外一个是 你如果skype已经关掉了 我就寄给你 叫做使用者中心的设计建议 你有一个govbcca的email 对不对 对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这个chat里面 这个软体有一个chat 好啊好啊 我正在做这件事情 不过你email应该已经收到了 那个应该比较快 email 或者你找使用者中心设计建议 应该可以看得到 我们可以就是对着文件来讨论 可能比较简单 使用者中心设计建议是有一个简核清单 跟一个顾客旅程地图 然后政府数位服务指引是有自评表 那以及配套措施的建议 你需要我share什么吗 那没有关系啊 我们也可以 你share screen也可以啊 就是我现在想要问的是说 你想要focus的是在既有的服务 但是要透过数位递送 还是其实跟服务没什么关系 就是网站而已 这是两个其实不同的scope 我觉得应该不是说就是 在我们就是move on到 就是真正提供服务之前 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team 对 应该是就是要怎么做 就是然后有哪些步骤 可以让我们自己这些team 他的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概念 对啊 你可以开那个pdf 然后是这一个吗 对啊对啊 他就是拿卓志远跟pdus合作的案例 当然还有之后他自己做的一些案例 然后去把那个过程去描绘出来 所以第一个其实就是 你一开始讲的嘛 办结构式的访谈 来找到使用者 那或者是用影子观察的方法 这些都是标准的方式 那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把现有的包含 官贸网络啊等等的这些人也能够盘点出来 告诉他们说这些的实作对于他们的核心工作 也是有帮助的 那这个就比较像是比较政治性的工作啊 不一定完全是技术性的 OK 对于现在就是所谓的这个 它叫什么 就是国发会 所以它有类似的像就是数位政府的team嘛 然后他们做的机制是跟就是 这些国外的数位政府是一样 就他们用这些domain name啊 没错 他们要apply同样的就是 没错 对对对完全一样的 包含说它那个自评表啊 就是刚刚你看到数位服务指引嘛 那所以之后就是它在任何预算 因为国发会掌管公共建设预算嘛 那在这些要上线的时候 你要申请那些预算 未来你也会需要完成一些自评表 一些检合这样 OK OK 我觉得哦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它有存在 对 我还就很 那所以就是 那PDS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啊 就是我们来 在没有人敢试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自己先做嘛 累积一些案例 但是我们不是做事后的管考或追踪 那些都是国发会在执行 所以我们就是在外界有一些新的想法 好比方公民科技 社会创新出现的时候 然后我们自己把它带进政府来做一两个案子看看 那但是如果是不成功 当然就我们想办法把它弄到成功为止 那如果试起来有一些值得参考的 那国发会资管处就会再把它变成 大家都可以通用的一些做法来 所以我们像research啦 那国发会这边像development 哦 OK 那所以design是谁负责啊 就是在research的过程里面 我们叫做speculative or exploratory 就是假设性的或者是探索性的设计 是我们做嘛 那但是到后面就是变成institutional design 它在一个机构里面的机制设计 那个就回到国发会 哦 OK Got it 然后 然后我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就是 designer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扮演的角色 因为像我那时候三年前刚在ODS上 就是实习完之后 然后到PTC的时候 我觉得哦 designer比较像扮演着教育的角色 就是我们要常常说 哦 design是什么 然后所以这样才会让设计在这个政府里面 更容易生存 我发现到BC government之后 我觉得我扮演的角色就比较 我没有那么执着于就是 我一定要好好advocate 设计思考之类的 对 OK 比较像是说 好 那我好好 我的工作是support这个 就是CVL servant 他把他的工作做好 就是我扮演的角色是比较像support他的角色 不是advocate的角色 就我说公仆的公仆啊 对 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的转 就是转换就是哦 有变 可能就是你可能 你以前就已经看到这个 但我还是在想就是 在这一周 government里面 designer他应该要有最重要的skill set是哪些 就是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哪些是missing的 嗯嗯嗯 对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工部门他服务所有人嘛 他不是只服务所谓的顾客 他更要服务那些还不是所谓顾客的人 甚至不知道有政府服务存在的人 所以呃有能力去跨越既有的在台湾叫同温层哦 跨越既有的stateholder group 真正去发掘潜在的或本来没有发生的呃stateholder 这个能力是很重要 那所以价值上面你要越inclusive 那食物上面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listen 甚至listen at scale 所以呃倾听啊呃或者是透过facilitation 透过引导来让倾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 这些我觉得都是设计师很重要的题目 那这个在呃传统的工业设计商业设计 可能你只需要跟一两个案主呃的brief 呃负责那个brief的人呃沟通是很不一样的 嗯的确因为我发现我一直觉得在政府工作 尤其在北美的政府工作很吃力的点 是因为我们要花好多好多时间沟通 对啊 然后有很多物化上的东西 然后语言的隔阂不只是我的母语不是英文 有的是语言的隔阂是我用的这些turn 我用的这些词不是他们原生用的词 所以就会变得很辛苦 就是我要很小心的确保我在传递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错 嗯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我最近一直在思考 我因为我之前在政府工作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我很困惑 我就被困在就是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然后我觉得我好像被拖着 嗯然后我没有在前进 嗯然后但是我这次就是在bc government工作 因为我的同事们就是他们有些是很资深的consultancy 就是consultant然后所以我我发现就是在这个 然后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就是什么cv technologies practice guide 嗯那本书蛮好的 嗯然后他就说到在政府工作最被忽略跟不被重视的是所谓的product management 嗯嗯就是因为我们不会涉略所谓的product vision 然后我们不太谈这个product这个service他怎么evolve 所以有时候政府他设计的东西他就是想把这个预算花完 然后他比较少看到他之后的眼镜 所以我觉得那比如说这个部分在台湾就是 嗯他有他有没有比较被重视 或者是你有没有看到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嗯我觉得在台湾我们有一个好处 就是民间很愿意透过自己示范更好的做法的方法 来指出政府的数位服务的不足 从最早的实价登录的民间的版本啊 到预算视觉化的民间的版本啊 到字典啊空气品质水品质啊 各种各样的部分都可以看到民间的朋友 愿意来所谓fork the government 就是把政府数位服务那些 以往都没有竞争者的那些地方 因为无力可图啊 不会有人跑来跟政府竞争 但是在台湾因为有社会部门 所以他就可以展示给政府说 一群对某个公共政策领域感兴趣的朋友 那他可以来告诉健保术说 你不需要自己来画口罩存量的地图 民间自己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好了等等 所以他就会有一个很有善的态度 但是实际上是让政府的产品或服务 有了竞争者 平常是没有的 这样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 我们就是常常从社会创新借力实力 变成我们的政府数位服务革新的动能嘛 就像最早卓志远 为什么会画出这一整份使用者中心设计 也是因为他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上面呛吓 说报社问题难用到爆炸等等 所以就是把外界的这种负能量 转化成共同创作的能量 这样才真的政府会去检视说 虽然我们把预算花完了功能也都齐备 但是也许人们对于社会服务的期待 已经水涨船高了这样 对我是觉得 然后所以我就最近这几个月 就是虽然我觉得很有时候很崩溃 就是因为工作就真的做不完 然后你还要一直不断沟通 但我就觉得的确就是到很多 我之前就是看不到的 就是我不觉得那是设计师 应该具备的能力的能力 对啊我觉得我们都说 human centered design 那意思就是要有能力去把其他人放在中心 那这个确实不容易 对然后有时候就觉得 有时候又觉得要let go 就是算了算了就是 我已经就是尽到我的责任跟你讲说 你现在应该要做什么 然后我能offer你什么 但是你如果不要做那 我也就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的情况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agency 就是我知道我在GDX上的角色是这个角色 但我就觉得那如果有一天就是我们拥有ownership 就是这个服务的时候 那会不会情况就会变得更不一样 就是我反而会更纠结 因为他没有办法照着我们觉得好的地方去 对啊有一天你变甲方的时候 不是只是乙方的时候 确实啊 他那个压力会更大 因为甲方是不能够最后不管的嘛 乙方做不好 我说我尽力了沟通失败 那但是如果就是所有的野生 动物保育就是这个人负责 他不能说保育不良 那对不起我尽力了 这好像不太行 他还是得找出解决方法了 对 然后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 因为我这跟我今天把想聊的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就是我每 因为我在BTC government工作 然后就算前几年接的那些案子 他都是关于就是Indigenous business 然后什么Indigenous blah blah blah这样 然后我就发现 他们对待原住民的方式不太一样 然后我比较常听到 然后我们访谈的时候 听他原住民讲话 就是其实他讲的那些故事都很 我真的有时候research的时候 我都觉得天啊我要哭了 我就没办法了 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说 就是BC这个地方 应该每个地方都有 First Nation存在 但是Indigenous colonization 还有这些immigrant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属于他们的 然后我就觉得 哦这些东西很 很情绪化 因为他们就说他们被迫迁移他们原本的领域 然后所以就是BC government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必须去试着用这些语言 不要让我们看起来是在殖民它 就连设计的风格 然后里面的东西都要以他们为主 那我就在想那台湾对我们这些原住民 就是是一样的方式在跟他们沟通 然后有没有让他们有这个方式 可以说出他们需要的 对啊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台湾的脚步大概比加拿大晚个 可能五年到十年左右 所以我们现在才原住民转型正义的 基本事实性的调查等等 也目前还没有到就是加拿大 他们的真相和解的事实部分 大概已经完成的程度嘛 我们还是在部分的程度而已 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有两个重点了 一个是说像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之后 原住民做的语言都是国家语言嘛 不是在像以前只有我们现在用这个语言叫国语 也就是他会从一个以前是一个主流文化 然后其他好像是旁支的感觉 现在变成多个主流文化或甚至是跨文化的这种主体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当然在文化部啊 组转会啊 就远转会啦 等等的协助之下 我觉得我们现在慢慢到一个 大家虽然不是很熟悉 但是开始可以接受的程度 这是第一个 但第二个我觉得你讲的很好 就是不是我们好像去配合原住民族 而是我们赔力 让原住民族在许多事情上面 他们自己发展他们文化 以及决定他们自己相关权益的这种能力 那像加拿大本来是联邦代替原住民族 跟台湾的原民会进行外交谈嘛 但是现在就是要说 不是其实First Nation就是一个Nation 应该是他们的First Nation 直接来跟国外的这些其他的政府 或其他的First Nation来进行交谈 所以就不是代表他们的态度 而是让他们有自己的主权的这样一种态度 那我觉得这个是加拿大做的比我们前面一点 我们也要学习的部分 我觉得加拿大在做这件事情是真的 我觉得蛮了不起的 因为就是他们 但是我有点就是蛮纠结 是因为像就是BC Government 他们有所谓Design System 但是当我们在设计所谓给原住民的服务的时候 他们没有一个inclusive的perspective 或者是他们partner up with 就是Indigenous artists 所以就是等于就是我们每次设计一个不同的服务 像我们我们设计Climat Funding Guide 他们说他们也想要说 他们有在听原住民的声音 所以他们想要把这个东西中立一点 不要看起来很殖民主义 就是政府的branding 但是就是他们没有设立这样的Design Guide 给这些比如说比较就是neutral的looking feel 所以我就不知道 在政府做Design System之后 这件事情是要怎么样被balance 不过有一个很简单的就是 你去找从那个文化出来的 能够做设计工作的人 跟他pair 跟他partner 就是实际找一个那一个民族的设计师也好 讲故事的人也好等等 然后从他的角度 就好像你刚刚我们讲到公谱的公谱一样 是你用你的设计的能力去协助他 完成他自己的叙事 而不是说好像你 这个体贴他的感觉 帮他做一个叙事 这个主课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所以像我们的开放政府 国家行动方案 里面原住民族的那个部分 基本上都是由原民会 然后跟一些原住民族 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去结合 而不是说好像我们从上而下 帮他决定 那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参考了 就是实际找到你的counterpart 在那个原住民族的地方的counterpart 的确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可能这也是 现在BC government的一个gap 就是他们可能还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东西会一直不断 一直不断的出现 然后我有时候觉得 designer 就是像你说的 我们是公谱的公谱 有时候我们甚至扮演的是公谱有多 就是或者是我们他们的眼睛 因为我们是跟他们最有直接接触的那个人 我们最受他们的情感影响 对啊 然后就觉得那是有时候可能就是 在某个时间点 可能我们必须要跟就是BC government 做design system这个人说 其实你应该要开始invite 这些indigenous arts 因为这个东西一直不断的在重演 然后我现在一个人设计两个website 然后都是跟indigenous有关 但look and feel长得不一样 就我自己也很纠结 就觉得那我始终不能就是 我们有一个系统性的 统一的做出一个inclusive 对啊 这个非常重要 那我觉得在部落也一定有人 正在想类似的事情 所以就像你说的 也许你就ask where is my counterpart in this first nation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 就是台北市政府就是提出一个 我觉得有点怪的要求 他们要求我 他们想要做一个数位政府的记录 推动影片 然后所以他想就是邀请我讲 就是关于加拿大 就是在数位政府推动国际间的趋势 然后但是然后他 然后我问他说 那他们还想邀请什么其他人 然后你 你是他们就是 我们有CC授权的 那个一系列的影片 我最近才跟那个朱宾宇老师 正大的拍了这个影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他是有一个绿幕 我们就在那个绿幕上 前面去交换这方面 关于数位政府的想法 所以我把那个连结贴给你 然后你看一下说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用 因为CC授权任何人都可以拿去用的 所以应该是一个可能性 对 然后因为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那对蛮好 然后因为我比较纠结一点 是我可以 我可以 我当然可以说 就是加拿大 作为政府的推动 可能就是我根据以前 BC government跟 对 Ontario government的经验 然后但是 我在想说他们希望这个target audience 是general public 所以我觉得会有点 那我send out的message要 是不是要很unified的message 就是central government在做的事情 跟台北 government在做的事情 是 是 是从一个观点出发的 可以啊 然后有一个 观点我很想要聊的 就是 关于agile 就是民众 他们非常非常期望 政府他 act fast 然后就是 我们就是现在立马 要做这件事 对 但是 但其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一直觉得跟设计伦理 就是 有所违背 就是因为政府 他其实不应该 行动的很快 因为 我们处理的社会议题 是 非常非常复杂的 对啊 其实我觉得 对general public 我想讲的是 我们要be patient 就是我们要很耐心 在做这件事 但是 有很多地方是 很多的gap 是我们没有办法跨越 可是我觉得 我常常举一个比喻 就是 我如果订一个 快递 像什么冷冻蔬菜宅配什么 他不是说 我今天订明天就到我家 我也要等个一两个礼拜 但是中间随时 就是每个小时 我知道他在哪里 就是他的冷链在哪里 他哪里在备货 他到集货的仓库 现在从哪里送到哪里 现在在台湾 有所谓的 JunkQ系统 你可以透过QR Code 就去看他完整的履历等等 所以我觉得 这两个是不同的 就是你在讲的是 一个政策的行程 它不可能是随时改来改去 但我在讲的是 它形成这个缓慢的 两三年的过程 可能每个礼拜 都可以有update 就是目前的状况到哪里了 那我觉得敏捷在讲的 不是说两个礼拜 或一个礼拜 一个Spring 就什么都做完 这绝对不可能的 而是说 每一两个礼拜 客户 尤其是在现场的客户 都要能够知道说 那现在跑到什么情况了 而且如果有什么新的发展 他的想法可以进来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 就是资讯流的部分 跟我们的决策的部分 要还是分开看 对 对 我觉得 对 你说的很 对 很有道理 嗯 没错 就是你说的是 关于就是 transparency 就是政府在做这件事情 还是要很透明化 一直给出交代嘛 一直accountable 那如果我是 每两个礼拜 就是要被质询一次 当然我会觉得 很花时间 但是如果我们在 就是in the flow of work 在工作的流程当中 他自然就会累积出 能够公开 给大家交代的东西的话 那我其实不用 特别想这件事 就像你刚提到 数位政府的录影 我立刻就想到说 那YouTube上 有一个录好的可以用 那我也不用 特别再去想授权 因为他本来就CC授权 所以这些就是 在发生的过程里面 就会直接产生出 一些给出交代的 一些我们叫做artifact 就是或social object 就大家可以绕着 他讨论的东西 那这样我就不是说 我们这一次的讨论 只是我们两个 而是任何未来 想要说 那这个台北市 要拍这个片 那唐凤在里面的角色 是什么呢 他就回来这边看就好 我也不用再一次一次的 被质询 我就可以就是专心做 我在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减少 他时间的负担 那公务人就会很容易 愿意变得更accountable 所以就是如果他们决定 可以用那个 他们想要用那个影片的话 那他们需要就是 记忆没有告诉你 都不用啊 因为CC授权 他就直接拿去用就好了 所以我的part 就是比较尴尬 就是我要represent 就是Canadian government 对啊 没错 没错 很好啊 我觉得很棒啊 没有 我觉得你就 matter of fact的讲说 你在第一线实物上 你看到大家是 以什么样的framework 怎么样子的 想事情的方法 像你刚才讲到 对于Indigenous nation的 这些态度 我觉得就很好啊 就是你就把你最熟悉的部分 很平铺直序的讲出来 我觉得就已经很可以 供大家参考 可以 我觉得我可以 我也是在想 我就想要讲 Indigenous是这块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 interview完 我真的就觉得 what's that 然后那天 因为我的同事跟我一起 他take a note 然后我不吃了 然后interview完之后 就是说 这太overwhelming了 然后他就突然 他就说 但是as researcher we need a whole space for ourself 但我真的 whole space 然后因为 我的母语是中文 所以我有时候 对于英文给我的情绪 我会晚个两三天 然后 有后进就是 我整个就是周末 我就觉得 哇塞 这太沉重 感觉到那个 祖灵充满 这个东西 就是他们在想 他们要做三个website 但其实根本不只是 简简单单 做三个website的事情 因为他们 他们说的是 他们在 try一个新的 collaboration way with the indigenous nation 所以他们想要 做这个forum 是想要让 indigenous的perspective 可以被听到 然后 其他人可以engage 但他们的forum 又不想要 就是那种 我们认知那种论坛 他们想要 imited的 比如说 就是我寄email给你是 private的 他们又想要 保护indigenous 不想要这个地方 变成 就是笔战 或者是酸民的状态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 就是真的要 这个space 因为他们是 就是弱 也这样说 他们弱势 对吗 就是他们是 my priority 就是他们比较 要被保护这样 就是可能这个权力的 流动吧 对啊 我觉得就是 我们透过设计 让大家 不管多miner 的团体 都有一个觉得 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是安全的 我不需要随时想说 那我要就是 应付一堆酸民等等 我觉得这都已经是 很有价值的工作 怎么办 这样听你一讲完 因为那天我有一个主管 他在ODS 然后他 他串到就是 Service Canada 所以是Federal Government 的一个服务 然后 Service Design Head of Service Design 然后他问我说 要不要去当 他的Service Designer 我Turn down 那个offer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 我还没有 qualify到可以 可以做这件事 但是我会觉得 但我有点 小可惜 我不知道 我Turn down 这个offer 现在 我以后会不会 很后悔 不会啦 你随时想要 还是会有 我不觉得 我觉得机会 很难得 但是因为 他说 就是因为 对我而言 我觉得尴尬 的是服务设计师 的角色 是非常非常 主管的角色 很Strategy的Role 就是我们必须知道 你现在要干嘛 你的direction 要很清楚 然后 我就没有办法 有那些space 做design work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 overcome 在现在这个状态 我觉得我做design 是一个 我自己的space 我很安全 就是我的conference 但是我在communication 然后尤其是 在用英文的环境下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consume我的energy 太大太大了 然后 我在就是 我毕业之后 在CTO Vancouver工作过 然后我被工人白眼 他就是超面 然后 害我就是有点阴影 我就害怕 我会不会 没讲好 然后他又 白眼我 然后就觉得 那我 我可能还没有到 所以我就觉得 我可能现在还不能 做这件事 没关系啊 我觉得你准备好了 自己就会知道啊 而且 现在绝对是 service designer也好 我们刚刚讲到的 互动设计 或者是跨文化设计也好 永远都是 不要说永远都是 在可见的未来 十年内 都是非常稀缺的人才 所以你应该不会 找不到工作才对 好哦 希望如此 然后那天跟 舒漾有小聊了一下天 然后 他又说到他想要 对 他下半年要回来了 对 对 然后他说他想要做 design system 对 然后 对 就是我可能会 contact他跟 就是BC government的 这个 design system lead 就是 太棒了 可以先聊聊 因为反正我现在在这 能用什么 就多用一点 没错 没错 非常棒 对 对 然后 然后他也有说到 他说就是 他想要聊聊 就是digital 有一个agency 叫 digital public吧 然后 对 有 我昨天聊了一个 他是 里面的 就是那agency里面 一个co-founder public digital 对 然后他之前 给minister of justice 做 DDO 嗯嗯嗯 在一起 然后所以我想说 可以就是connect 你跟他 然后 可以啊 没问题啊 之后有 之前我去英国的时候 也有 造访过 public digital 他们有个贴纸 因为 我们是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我就开玩笑说 他们是我们的 better half 这样 刚好一般 嗯 对 然后他的 他的名字叫Roger 然后他 他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 所以然后他有很多 就是他是很多 strategy的 就是他有很多 strategy的 background 然后他现在 是independent consultant 但他替 government of Alberta 做事 现在 然后 所以他 他蛮好 然后他说可以 就是比如说 合作information session 什么的 都可以 很棒啊 好啊 那就 就写个email 什么的 我们就来connect 是对 好哦 那就是 嗯 然后希望以后 有机会 还是可以跟你合作 当然啊 当然啊 随时啊 这个很 很高兴 Pedis有 这个这么棒的alum 对啊 就是如果 需要 任何需要 帮忙 就是send email 什么的 然后 我都 对 我都 就是around 这样 然后 因为我们公司 最近就是 接蛮多government的project 所以 就是 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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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们就 就keep in touch 那 因为都没有你的影像嘛 只有你的声音 你OK的话 我就待会就传YouTube了 这儿 好 OK 好啊 那就今天先这样咯 很高兴 reconnect 嗯 好 对啊 祝你有美好 Take care You too 拜拜 拜拜